佔領行動踏入第30日 旺角、金鐘和銅鑼灣 三個佔領區仍然有市民留守 高等法院繼續審理延長旺角和金鐘的臨時禁制令 佔領行動帶來影響陸續漸浮現 籌備半年 預期在今個月開始的滬港通 10月能夠開通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說 不會猜測滬港通延期的原因 有內地學者就相信是中央和特區政府 認為要先處理好佔領問題 先由莊思惟講一下滬港通未能開通的原因 滬港通在10月開通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 港交所在星期日晚發通告指 至今仍然未取得啟動滬港通的相關批准 但各方已經就實施滬港通作好技術準備 而李小嘉星期一早上見記者時就說 港交所只是建橋收路者並不是決策者 監管當局在決定開通時需要作多方面的考慮 他不推測佔領行動是否滬港通現在還未開通的原因 不過他認為學生的聲音社會已經聽到 勸喻學生可以考慮光榮撤退 他又指滬港通對香港具有長遠戰略意義 香港可不可以確定在10年之後的繁榮 需要視乎滬港通等或時代的大型項目可不可以成事 亞洲電視記者莊少偉報導